第一题 如果电流流入书页, 画回环绕道线的字墙 这个题目很简单 如果电流流入书页, 画一个交叉 然后画很多这些圈 记住, 圈的方向要用右手定夺 我们就画到了 B 部分 如果在线圈内的是交流电, 那会有什么变化呢? 结果, 如果这是交流电, 那磁场方向就会交替改变 即是说, 有时就会是这样的方向 有时, 方向就会倒转, 随着电流变化来变化 那这个磁场的形状, 仍然会是这样的方向 如果线圈放在 再有交流电到线旁,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了, 情况就是这样 它说, 这里有一条电线 那, 所输入的是交流电 然后, 有一条线圈 那这条线圈, 迫着灯泡 就问, 这条线圈放在交流电的导线里 会怎样呢? 由于是交流电的导线, 那它就会产生变化的磁场 那这个磁场不断变化呢? 那我们就根据零次定律 那线圈呢, 就会产生感新电流 那如果电流足够的话, 这个灯泡也会亮起来的 会亮起来的 好, D 写出一个线圈的应用 线圈的应用有很多 那下面这两个, 随便写一个都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自己注意